我是古阿末 今天要說一個外星人逼你玩遊戲的故事 電玩男跟棟梁男從小就很愛打電子遊戲 在一場電子遊戲世界大賽中 他們認識了一個愛著電玩人物的勵志男 然後在決賽的時候電玩男輸給了作弊男 只拿下了第二名 但電玩男當然不知道他是因為作弊男作弊才贏他的 他很生氣的哭奔跑走後 他們就長大了 棟梁男成為國家總統 雖然這有點不可思議 但這就是主角威能 你剛剛該不會以為電玩男才是真正的男主角吧 電玩男長大後跑去當電玩遊樂器安裝人員 某天他在小孩男家幫他安裝電玩遊樂器時 小孩男就開始介紹 我媽他媽才剛被甩啊 現在離婚單身中哦 而後面那個他媽是語助詞 是一種形容老爸外遇甩掉老媽 讓人很氣憤的形容方式 並不是指小孩男的外婆 這時候小孩男的老媽也就是女主角跳了出來 雙方互相打亮對方兩眼 然後女主角就躲到房間哭 覺得自己會碰到老公外遇這種事真難過 但更主要是因為現在哭男主角才看得到 哭才有價值啊 果然電玩男馬上來安慰他 安慰到一半電玩男正覺得差不多 可以請女主角吃他那根舌頭的時候 女主角卻很激動的打斷他 並表明時機還沒到啊 而且我喜歡有錢人 此時電玩男接到總統的電話說有急事 他開車趕來總統基地了解狀況時 卻發現女主角也出現在這 原來女主角是軍事研發部的高層啊 總統給電玩男看一下 昨天外星人派出一種用方塊堆疊起來的機械進攻地球 被攻擊的人類也會變成方塊 而這些機械的造型是不是很像我們小時候玩的 電子遊戲中的角色 你不要管為什麼總統有事相求 是找無關緊要的多年好友 主角想做什麼都行 沒有人可以質疑他 電玩男回家的路上 立志男也剛好跳出來 跟電玩男說好久不見 我朋友剛好是被外星人攻擊的軍事基地中的軍人 我知道消息後 順便入侵了一下政府的網路 查了一下資料 先不要管我怎麼入侵的 我主角欸 我發現當年政府把我們電子遊戲大賽的影片 傳送到外太空去想尋找外星人 結果真的找到了 但是他們把我們電子遊戲中的角色 利用能源方塊製造成真實機械 再派這些東西攻擊我們 至於外星人有那麼強的科技 為什麼要耍智障搞這些花招 不直接消滅我們 原因我想是因為他們是智障 哎呀我也不曉得啦 你去問他們 於是他們趕快把這件事跟總統說 剛好外星人又攻擊了一次人類 所以總統就相信了 軍事研發部高層的女主角 也馬上開始介紹 我們利用外星人攻擊我們後 遺留下來的能源方塊 開發了能反制他們能源的GG槍 只要射中他們 就可以讓他們的能源方塊失去作用 接著外星人用電視通知人類 我現在要跟你們玩一個遊戲 你們是要選擇 殺死對面的偵探 還是鋸掉自己的腳逃走 喔沒有 外星人沒有想要玩電鋸的遊戲 他是逼人類開始跟他玩 成人版電子遊戲 三戰兩勝 接著遊戲就開始了 外星人在天空放了一堆蘑菇當障礙物 然後派一堆方塊毛毛手 在裡面亂串躲臂 而人類派軍隊拿GG槍射擊 結果毛毛蟲越射越多 於是電玩男跟力刺男 跳出來拿GG槍開始射毛毛蟲的頭 這樣才能在消滅他們的同時 又不讓毛毛蟲分裂 加上這個是男主角們 從小就常玩的電子遊戲 所以他們都能100%預測毛毛蟲的移動方向 更何況他們都是主角 第一次拿那麼大把的GG槍 也可以想射哪裡就射哪裡 完全不會失誤 你不用替他們擔心 人類或身後外星人打算 繼續進行新的遊戲 他們製造了一個 會失人的大黃球在馬路上亂衝 而軍事研發不高層的女主角 也發明了方塊能源GG車 大家還找了作弊男來幫忙 因為他以前才是電玩冠軍 然後大家開始玩一種 看是主角們先開車撞到 一直在逃跑的大黃球 還是大黃球能找機會偷吃10秒無敵 要反過來殺光男主角 結果就是三個主角成功的 圍堵殺死一隻大黃球 但第二隻大黃球又出現 吃了無敵藥 幹掉了另一隻男的GG車 然後被作弊男撞死 而第三隻大黃球 引誘作弊男掉到水中 還吃了無敵藥 想殺電玩男 結果要吃電玩男時藥效結束 所以第三隻大黃球也被GG車撞死 而第四隻大黃球 而沒有第四隻 大黃球只有三條命 至於為什麼是三條命 這是因為三是一個好數字 我們三次頭的成語 可是高達200個啊 反正人類終於贏得第二場勝利 還得到一個方塊章魚當戰利品 大家開始舉辦慶功宴 女主角也開始覺得電玩男好帥 這個世界上都沒有更會開車的人 可以撞死大黃球 也沒有更強的射擊高手 可以射死毛毛蟲 你真的好厲害喔 此時外星人又用電視說 作弊男剛剛作弊 別管怎麼作弊的 很複雜 所以外星人抓走了小孩男當人質 然後派一堆方塊能源組成的軍隊 開始進攻地球 打算殺光人類這個劍種族 由於這個國家沒有其他軍隊 也沒有其他更有智商的人類 也沒辦法利用前面一堆方塊能源 開發更多反制的武器 只好由主角們拿著GG槍 開始保護地球 此時勵志男發現 他從小生愛的電玩人物 也被做成方塊士兵了 他馬上進行表白 電玩方塊士兵也馬上同意他的請求 開始跟勵志男咬舌頭 在主角威能面前 趕化一些外星生物 讓他們擁有人性輕輕鬆鬆啦 而外星人這時候又邀請電玩男 跟總統和女主角 一起來進行最後一場總決賽 外星人表示 武力強的一方 就是可以想怎樣就怎樣囉 總決賽的遊戲是 上方有個大猩猩 會一直拿桶子砸你 你要閃過桶子 爬樓梯到上面 再用錘子打大猩猩才會贏 小孩男也跟電玩男說 其實你才是世界冠軍 我剛慶功厭石友 跟作弊男聊天 他已經承認 他小時候是靠作弊贏你的 所以電玩男立刻擁有大量的信心 加上他以前當電玩遊戲安裝員 說一體能很好 還有六壞機 像這種靠身體激耐力與反應的遊戲 剛好可以發揮出實力 他輕輕鬆鬆就捶爆了大猩猩 人類就贏得勝利了 外星人也馬上投降 隨便就從地球上撤退了 結局就是人類感謝一下主角們 而電玩男成功得到女主角 勵志男愛的電玩人物 因為外星人撤退 所以也消失了 可是他是一個 要讓你感到勵志的存在 電玩人物什麼的 都是可以的 所以方塊章魚 變身成他心愛的電玩人物 跟他結婚生了一堆方塊章魚 故事就結束了